大家好 抖音我都好几天没有更新了 因为有点事临时出行了 因为抖音上面都是要垂直作品 我又想直播呆后 所以都不敢轻易的乱发什么作品 又怕把号都陷流了 上一次我也是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十字秀下雨了 下雨了没什么衣服要修改 下暴雨突然天气变了 老百姓也没什么衣服拿来修改 没什么分享的 我就是每天的时操 然后我给他拍下视频 哪一点尾啊头啊不好 我都给他切了 就是这种跟他分割下去 然后我就发视频 有些操作我们刚做自媒体 不是很熟练 像我们这个七十年代的人 你说老又不老 又不像那个九年后啊 年年后小伙子 小孩子们那些那么聪明 一看就会我们 老琢磨老琢磨 一个视频可能得琢磨 好十多二十分钟 才还才能发出去 有时候发出去还不见得合格 所以说这个鞋链我都不敢分享了 我就只能在那个社会视频 发一些作品 我有机会的时候 还是会给老铁大家分享那个 承认修改剧情 因为那是我的专长 那也是我最喜欢干的事 今天要更新作品啊 自己都不知道更新什么 这两天就带着孙子 儿子儿子 今天还要考一天使 明天才可能过去 小孙子还在一边了 还在一边看到动画片 我在这儿挤出时间拍个视频 想完成那个每天的作品更新 谢谢支持我的老铁 哎哎好的谢谢 支持我的老铁点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我也没有什么多大的那个技术 我也不像人家干多大的事 就是一些小操作 自己平常喜欢的分享给大家 我修这个鞋链 我都就是不敢 因为一说嘛 又怕又怕平台给限流了 因为自己还想做自媒体 像抖音 我一直做抖音 做抖音的时间短 但是我 就是说下载抖音了 我一直关注抖音都快两年时间了 都是在直播间 趴在直播间一趴就是半天 给别人点点赞了 点小信心了 现在我都十八 十八级了 那个钻石级别 那个前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标识 十八级了 但是我还没有开通初创 因为我点错了那个企业账号 本来想的是做那个线上线下议题 但是我们的老板他 他说那个缺了实体店不好干 想注销那个个体工商那个执照 他想注销 所以说我就没法往上挂了 这个企业 企业那个号就没法申请 一直就等到他多久 能够注销了 就是这个页能翻过去了 我在想 我在重新的给自己定位 我还是做红任 红任还是比较适合我 带货 直播带货 等粉丝多了嘛 有一万粉丝的时候 我就想过那时候 你才能看直播带货了些 怕没人点赞 怕直播间没人 也怕没什么话题 所以这个事就割下了 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 不善于表达的人 其实 就是说能够面对镜头 对大家说这么多话 我已经是魄力了 谢谢你 谢谢你 也不养齐烦的观看我的作品 一个又一个的 谢谢大家老铁的支持 再见 不错